以色列疑似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击 伊朗中部城市传出爆炸声 伊朗军方启动防空系统应对 这座城市有不少军事基地及核能研究设施 号称地表最大的印度大选 周五开跑 多达近十亿选民 为其长达六周 分期阶段投票 将选出五百四十三名下议院议员 总理莫迪有望三连任 四百年历史的丹麦旧证交所大楼 周二早遇大火 标志性的龙尾尖塔被烧毁 两天后建筑的一半专造外墙 也跟着倒塌 重建之路更加困难 美国TikTok禁令 要求限期脱离中国母公司法案 与援助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外交法案 将捆绑处理 最快周六交由国会众议院表决 美国试验以脑深层电刺激治疗忧郁症 在大脑植入电极 胸部埋至电流装置 以控制调节大脑情绪区域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号称地表最大的一场大选 星期五开跑 那就是在印度 那么这一次争取连任的总理莫迪 在最近的这一个任期里面 被说把自己神格化 那在选前的民调率 他的支持将近八成 所以三连任应该是胜券在握 这场选举为什么叫做地表最大 从4月19星期五开始 第一个阶段的投票 他会分成七个阶段 时间长达六周 所以一直到6月4号才会公布选举结果 拖得这么长的时间 印度的总人口超过了14亿人 这次的选举人数高达9.7亿人 也就是将近10亿人投票 而首头组有1800万人 他必须设立超过100万个投票所 而这些在选票上面的人 他们要角逐的是下议院的545个席次 那么要选出545个席次当中的543席 其余两席会由总统任命 那么获得多数席次的政党 可以指定其中一个议员担任总理内阁 543名下议院议员里面 现年73岁的总理莫迪 他率领的印度人民党 有望获得第三任五年总理任期 再执政掌权五年 印度周五举行大选 总计将有9.7亿合格选民投票 被称为是地表最大规模选举 投票分七个阶段进行 持续六个星期 直到6月4号结束 印度大选选务工作浩大 尤其许多偏乡地区交通不便利 必须靠人力或是马匹跋山涉水 才能将投票机送到投票所 这次大选将选出543名下议院议员 总理莫迪要争取第三任期 他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和盟友 已经连续三次获得国会胜利 凭借着这股优势 莫迪选前向选临催票 他说投给在野党等同投废票 选前民调显示 莫迪的支持度将近八成 最大的反对党国大党联盟 生时太弱又提不出好的证件 因此预料莫迪将获得压倒性胜利 再执政五年 位于恒河河畔的瓦拉纳西 是印度七大圣城之一 也是莫迪的大票仓 这里不是他出生的地方 但莫迪却以城市的宗教精神领袖自居 莫迪上任以来不断鼓吹民族主义 模糊政治和宗教的界限 把自己塑造成印度教的精神领袖 甚至意图将自己神格化 很多印度教徒确实把莫迪当成活佛来拜 今年1月莫迪在印度圣城阿游德亚的罗摩神庙 举行开光仪式 吸引数万信徒前往观礼 这座罗摩神庙就建在一座清真寺的遗址上 引发穆斯林的不满 2002年莫迪在担任古加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 当地爆发宗教冲突 有上千人罹难 其中大多为穆斯林 莫迪也被批评为了壮大印度教边缘化伊斯兰教 也有不少印度信徒不认同莫迪 圣城瓦拉纳西的一名印度教神职人员 每天在污染严重的恒河中圣誉 他批评莫迪上任后 环境变差 政治和宗教气氛也不断恶化 印度有两亿年轻选民 国族和宗教并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 他们更关心低薪失业和贪腐问题 莫迪任内印度经济发展达到最高 目前跃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国内贫穷问题也有明显改善 但莫迪近期打压媒体和宗教活动 成为反对党攻击的焦点 忧心印度会越来越不自由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星期五雅谷一片惨绿 最主要原因是在上周六 伊朗直接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之后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在19日星期五当天的凌晨 对着伊朗中部城市发动攻击 伊朗官员指出防空系统拦截了三架无人机 但没有飞弹袭击 以色列和伊朗现在已经轮流的军事报复 让原来就紧绷的区域紧张更加升温 雅谷全面收黑 各国领袖都出面呼吁双方克制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没有发表评论 伊朗官媒似乎也有意淡化这次攻击 地区的情报指出 以一国家对国家的直接攻击 应该已经结束 即将黎明的夜空 时不时的闪光 这里是伊朗首都南方400多公里的 第三大城伊斯法汉附近 美国官员证实 当地时间周五凌晨 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发动爆发攻击 根据伊朗官方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 在伊斯法汉的军事基地传出爆炸声后 立刻启动防空系统 拦截了三架无人机 伊朗核计划相关地点则完全安全 伊朗有好几个核设施就位在伊斯法汉省 包括又浓缩计划的核心纳坦兹设施 根据飞航追踪网站 伊朗随即关闭首都德黑兰 第五大城西拉兹 以及伊斯法汉的机场 也近空西部领空 到台北时间中午左右 机场和空域已经重新开放 之后伊朗官媒则播出 当地交通正常 居民生活景象 似乎刻意对外展现一切平静如常 不过几个小时前 伊朗外长才在纽约 驻联合国代表团所在地 接受CNN独家专访 对以色列发出警告 伊朗伊斯兰革命 未对资深指挥官更放话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 有任何威胁或行动 伊朗将重新审视 它的核战略思考 伊朗又浓缩程度 已经接近武器等级 但过去坚称核计划 是基于和平用途 但2018年 美国川普政府 片面退出核协议后 伊朗核计划恐怕更升级 这回以色列是为了 报复伊朗13号 时尚首次从境内 直接攻击以国领土 发射超过300架次 无人机核飞弹 不过99%都被拦截下来 而伊朗大动作空袭 则是为了报复4月1号 以色列袭击伊朗 驻叙利亚大使馆区 报复行动一个接一个 不过这次双方 似乎都有稍稍可制 但以伊这对宿敌 以牙还牙的直接攻击 恐怕把原本的代理人 影子战争 从此搬上台面 让区域冲突更加升温 以色列盟友美国 恐怕也难逃被卷入 18号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动用否决权 否决巴勒斯坦成为 联合国会员国草案 英国和瑞士弃权 其余12国赞成 而中东占云密布 也让亚洲股市下得全面走跌 周五日经指数一度暴跌 超过1300点 收盘时下挫1011点 是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黄金和油价则全面上扬 原油每桶一度上涨3美元 不过在伊朗表示 没有计划立即暴富 让市场稍稍回稳 全新闻总统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focus的 曾经报道了 4月16日丹麦知名的 400年古迹遇上了火节 整修当中的哥本哈根市地标 旧证券交易所火灾 当时大家关注的是 龙尾尖塔被烧它 掉在地上 应价为果 这个铜制屋顶 让火场保持了高温 所以越烧灾情越惨重 当时只剩下了古老的砖墙 没有想到消息传来 今天砖墙已经崩塌 当时记者正在现场连线 直击倒塌的瞬间 由于这个古迹 只剩的外墙塌掉一半 整个修复重建的计划 难度瞬间大增 哥本哈根市政府指出 他们会派人到巴黎 学习圣武院修复的经验 而这个400年的古迹大楼 一定要重建 丹麦记者现场连线 话还没说完 400年历史古迹 哥本哈根旧正交所的外墙 就瞬间崩塌 记者随后靠近建筑物侧面 发现整片古老红砖墙 都已歪倒变形 4月16日火灾后 原本哥本哈根市府 期望能将火结余生的古老 砖造外墙保留下来 还搬来货柜当固定锚 希望用重量拉住 硬架结构以稳住砖墙 当时原本有一套 救灾与重建计划 有一种烟在了 股块的壁滅 还有一些串的压力 还有烟在坡 我们都务力了 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 完成它 当我们的坡壁均衡 那么一部分 我们正在坡壁均衡 我们现在正在坡壁均衡 在这种屋着 我们都可以做出 然后可以拥换 其他烟的烟 在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是 保持生尔折均衡 但計畫趕不上變化 歷經火場高溫與滅火水柱的冷熱交替 兩天後老磚牆還是倒了一大半 所經計畫是外牆穩住後才進場撲滅悶燒 因此牆倒時無人傷亡 牆倒畫面透過電視轉播 再次重擊丹麥民眾的心 但兩天前大火發生當下 不僅警銷和舊證交所內的員工 甚至部分路人都貿足盡幫忙 搶救搬出存放的古文物與名畫 名為博爾森大廈的丹麥舊證交所 是首都哥本哈根地標之一 四百年來已是丹麥民眾共同記憶之一 標誌著17世紀丹麥曾有的財富盛世 每年二月的哥本哈根燈光節是歐洲觀光盛世之一 會有各種活動的燈光裝置藝術 不變的是舊證交所的尖塔 總是要角之一 低調優雅 營造美麗的河畔光影 4月16日 龍尾尖塔倒下的畫面讓丹麥民眾心碎不已 而當時還有許多人 包括丹麥商業總會的員工們 都冒著生命危險去搶救古物 相關單位還是儘快讓媒體記者進入確定安全的部分废墟內拍攝 全國民眾一起面對現實 因為是公共財 所以必須公開讓大眾看見 舊代團隊並不會言 滅火非常困難 也承認在不得已的狀況下為了避免延燒 曾經主動用電鋸或斧頭砍斷建築物的部分木質構造 這才保住另一半建物 儘管很努力 殘存的牆面還是保不住 倒塌過程中甚至扯倒了大片鷹架 現場變得更加危險 現在必須等待火場悶燒部分全部熄滅 丹麥國立博物館的專家團隊才能做出最後的損失統計 警方表示調查起火原因可能需要幾個月時間 哥本哈根市政府也表示會派人前往巴黎取經 學習巴黎生母院的修復經驗 現實殘酷 古蹟難用存 丹麥政府只能寄望民眾們支持重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春暖花開日本各級學校稍早的時候已經清唱離歌 還有學期開始新生入學的時候 日本的皇室愛子公主今年大學畢業 她已一席非常春天的暖系和服在媒體前亮相 而現在日本很多大學生會盛裝穿著和服出席畢業典禮 連幼稚園的畢業生也有家長砸錢特別替孩子裝扮 一身暖色系的和服打扮 日皇得人跟皇后雅子的獨生女愛子公主 出席了東京學習院大學的畢業典禮 跟台灣的學知不同 日本畢業季與新學習的開始 是在溫暖的三四月天 也因此每年櫻花盛開的時節 就是日本各級學校離歌清唱的時刻 過去只有大學生盛裝穿著和服出席畢業典禮的慣例 最近有了改變 連小學的畢業典禮家長都會幫孩子細心打扮 目前市面上租一套成人和服的行情架 連同裝法還有協助著裝在內 一條龍服務約在三到五萬日圓左右 想要在畢業典禮當天穿上和服優雅現身 至少需要提前半年到一年預定 小學生和服更花錢 拍攝棚內紀念寫真 一幅租金連同事前的穿著 整套服務則是三到五萬日圓 另外得加價一萬四千三百日圓 畢業典禮當天才能穿著跟照片一樣的和服亮相 男生也有半半的衣服 照相館多了不少帶著幼稚園畢業孩子的家長上門拍攝紀念寫真 畢業典禮穿和服成為話題 在此同時也有學校擔心畢業生跟家長得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經由校方跟家長共通之後 直接鳴定畢業生出席畢業典禮不得穿著和服 要是金額非常措斷 如果要切成墓袋 要是紙和紙 要是早上早就要準備好 要是有很多人的身體 也有心理 校方一方面考量畢業生的心情 還有一點 過去老師們往往在畢業典禮當天還要為了幫忙整理畢業生的和服疲於奔命 等於是另類負擔 協調的結果就是直接進穿和服 扎晃市的教育單位指出 對畢業生來說在校學期的點滴十分珍貴 不同階段的畢業典禮都是人生的重要時刻 至於典禮穿著 目前傾向校方不指定不明進 在與家長善家溝通的前提下 請學生跟家長盡量以不扶張不服花 避免高調花錢制裝的方式 開心踴躍地出席畢業典禮 據畢業新聞 許啟方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快到週末了 一起來看這部電影 電影《日安朵朵》 它是描述一名法國的女作家 喪婦之後失去了寫作動力 她收到日本出版社 打算再版成名小說的邀約 所以她到日本展開了一段異鄉之旅 卻開始頻頻看見王夫的鬼魂 從驚嚇到接受 最後找回開朗的自我 這是由法國大滿貫影後 伊莎被與貝來挑大梁 她飾演法國的女作家 她在日本遇到文化差異的不適應 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讓這一部看似講述人鬼故事的電影 充滿了幽默和溫心 法國女作家西朵尼 第一次來到日本 就對井然有序的風土民情印象深刻 跟法國人的隨性天差地遠 你是寫作者嗎 是的 你有證據嗎 有證據嗎 有證據嗎 是的 證據 通關不能打馬虎眼 連來接機的日本出版社編輯 勾口閒三 也讓女作家有些不知所措 兩人才剛見面 對方幫她提行李 連隨身包包都直接領走 接著快步離去 對一個外國人來說 一時之間真的難以適應 抵達下塔飯店西朵尼隨手想開窗透透氣 但每個窗戶都被鎖死 了解入境隨俗的道理 西朵尼只好先泡個澡放鬆身心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當她走出浴室 房間窗戶完全敞開 但這中間根本沒有人進來過 雖然心裡覺得奇怪 但還是以簽書會行程為優先 西朵尼多年前的首部小說 在日本非常暢銷 這次重新出版 吸引大批媒體採訪 結束一整天宣傳後 回到飯店才踏進電梯 竟然看見王夫坐在 行李推車上對他微笑 西朵尼震驚之餘 衝回樓下一探究竟 看似鬼故事的情節 卻又充滿溫馨和幽默 電影《瑞安朵朵》 由法國新瑞導演 艾麗斯吉拉德編劇兼指導 找來法國傳奇影后 伊沙貝預備跳大樑 描述一名女作家上夫之後 失去一切動力 也不再有寫作靈感 小時候父母和哥哥都在車禍中過世 丈夫用同樣方式離他而去 讓西朵尼受到嚴重打擊 出版社編輯帶他遊覽京都 入住在地古色古香的旅館 西朵尼才剛放鬆下來 卻再度看見丈夫的鬼魂 西朵尼嚇到躲門而出 要求立刻換房間 卻因為語言不同 換來旅館人員 致式化的答覆 氣到直接衝了出去 旅館人員連忙聯繫 日本出版社編輯 勾口前三安慰他 日本本來就是鬼魂的國度 不是要嚇唬人 而是日本人對王者的追思方式 其實是非常溫暖的 日本男星以原剛志 飾演個性看似木娜 其實相當貼心的出版社編輯 在他的鼓勵之下 女作家開始試著 和丈夫的鬼魂對話 向來在大一幕 以飾演冷酷德國納粹 最文明的德國男星安格斯戴爾 本片中展現幽默柔情的一面 你不想離開這次 我希望你不想離開 我從小到小 我沒有想到你害怕 透過和王夫鬼魂相處 喪夫之通的情緒得以抒發 丈夫安慰西朵尼 意外已經發生 不需要太多懊悔 我會喜歡在你的位置 你不知道 我知道 有了王夫的鬼魂一路相伴 讓西朵尼逐漸找回那個開朗的自己 面對生腦病死 或是與摯愛的親人告別 療傷需要時間 親人留下來的溫暖回憶 是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關注現實事件 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法案 在國會卡關了好幾個月 要進入眾院表決了 眾院的議長強身 把原本對烏克蘭 以色列以及對台灣的援助案 全部都包裹一起 而這個法案 他把它拆分為三個案子 各自表決 另外還加入了 已經獲得兩黨高度支持的 TikTok修正案 這四個重要的案子 都會在同一天表決 如果獲得通過 強身有可能 再把四個案子合併為一個 直接送交參院 以便加快法案的速度 不過由於共和黨 極右翼人是極力反彈 因此強身也可能 因為推進原屋的法案 遭到自家人彈劾 遭美國國會卡關好幾個月的 烏克蘭援助法案 終於有望通過 但原本向烏克蘭提供的 數百億美元資金 可能得改為貸款 據了解拜登政府提出的 原屋法案 雖然在今年二月 就獲得參議院表決通過 但這份把對 對烏克蘭 以色列以及台灣的援助 全部打包在一起的法案 卻在眾議院 遭共和黨保守派議長強身擋下 直到最近因為伊朗 對以色列發動空襲 以及挺烏克蘭團體 加強施壓之後 強身終於鬆口 週六將對一系列援助外國法案 展開表決 這個其他措施指的就是上個月中獲得眾議院以352票贊成 65票反對通過的TikTok法案 當時眾議院所通過的法案 是要求TikTok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要在法案通過後半年內 把TikTok賣給其他非中國公司 否則就會停止美國APP商店提供TikTok等字節跳動 包括曾經擔任TikTok資深數據師的 11名TikTok前員工 近日接受美國財新雜誌專訪時 披露公司幾乎每隔兩週就會 把包含數十萬美國用戶姓名 電郵與IP位置 以及地理和人口統計等資料 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回傳北京母公司 眾議院上個月通過TikTok法案 並且送交參議院 卻遲遲沒有獲得處理 最終經過參眾兩院討論 決定修改法案內容 把出售TikTok的實現 從原本的半年延長到一年 也就是提供字節跳動更長的時間 來進行交易 以便讓TikTok能繼續在美國合法營運 眾議院因此也將在週六 對這份修改後TikTok法案 進行表決 當天一起參與表決的 還有援助烏克蘭610億美元 提供以色列260億美元 以及支持台灣與印太盟友 81.2億美元的三項法案 在部分極右翼共和黨人 始終反對原無法案的情況下 強深希望透過TikTok與原外法案的 同一天表決 讓更多民主黨議員投下贊成票 助推法案 而為了加速立法 這四項法案如果獲得眾議院通過 有可能會合併為一轉交參議院表決 在最順利的情況下 TikTok法案有可能在下週就獲得拜登簽署正式生效 由於法案可能對全美1.7億的TikTok使用者帶來衝擊 也因此遭遇不少反彈 而當前美國輿論弥漫對北京當局的不信任感 拜登政府更在與中國的全球經貿競爭格局中 積極透過各種影響工具來確保美方利益 這讓反彈聲音相對弱勢 據報墨西哥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 不會向計劃到當地市場的比亞迪 提供土地和稅務優惠 路透引述三名墨西哥官員說法 只在美國貿易代表署施壓下 今年1月與比亞迪高層會面時 就已經表明不會為中國電動車商提供設廠獎勵 也將暫停今後與中國車廠的會議 美國媒體披露布林肯將在下週二訪問中國四天 屆時包括沃局式TikTok法案以及中國電動車等關鍵爭議 勢必成為談判桌上的焦點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您的生活中有多少塑料製品呢 下個星期一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從企業到政府都採取行動 而香港要開始實施全新的限速令 在香港從下週一開始禁止餐廳販售 或者也不准提供多達9種塑膠相關餐具 香港的上班族講求效率 開始在想外帶該怎麼辦 另外包括了咖啡連鎖龍頭星巴克 將自家外帶杯做了全新的改版 把塑料的用量降低了兩成 上班族抓緊時間買午餐 老闆以最快速度夾菜裝便當 讓顧客付完錢速速取餐 但這樣的景象即將出現變化 因為香港政府寄出嚴格的限速令 第一階段將在下週一地球日執行 禁止販售9種塑膠餐具 包括裝飯菜的塑膠容器刀叉杯蓋等 就連飯店也不得免費提供塑膠類的灌洗用品 業者將有六個月的適應期 但這項政策看在講求效率的香港民眾眼裡 並不實際 對餐廳業者而言 則是成本在加重 以至間有兩間分店的自助餐來說 平均每天賣出約一千五百份餐盒 之前已經淘汰過一波爆利龍的容器 消費者也不禁擔心未來增加的成本 最後會落到自己頭上 當地的非營利組織 期許這項新法規能交習現有的丟棄文化 但也盼政府加強推廣重複使用的觀念 而不該適宜比較環保 但同樣是一次性使用的木製刀叉等代替 塑膠減量依舊是今年世界地球日的大重點 連鎖咖啡龍頭星巴克 也對自家的塑膠外帶杯做了全新改造 備震夏季冷飲消色攀升 外觀看上去差別不大 但塑膠用量大減百分之二十 星巴克預估這款新版塑膠杯 每年能為掩埋廠減少一千三百五十萬磅的塑膠量 至於在紐約市的高架公園 民眾拿著拐杖彎著腰 也要看看眼前這個大型裝置藝術想要表達什麼 為貫徹理念 這名加拿大藝術家使用的創作素材 都是被丟棄的洗衣精柔軟精 沐浴乳等瓶瓶罐罐罐 還包括這一條條可移動 富有大鏡子的觸角 並全部噴成銀灰色 根據統計 光是紐約市每個星期被居民丟棄的塑膠品 總重量平均超過七十二萬公斤 而這個藝術作品 在化妝品公司契兒式的贊助下得以展出 鼓勵民眾改變日常習慣 以重複充妝代替重新購買 減速行動刻不容緩 還有無人知曉的海底下 把珊瑚礁團團纏繞的 都是一些不再使用被丟棄的魚網和繩子等 且通常都以塑膠製成 世界自然基金會預估 每年有約一百萬噸的幽靈魚具散落在大海中 除了會困住海洋生物 還會隨著時間分解成塑膠為例 影響到把海鮮吃下肚的人類 以泰國普吉島為例 儘管現在有不少潛水團隊 正極力清除幽靈魚具 卻無法形成一個有系統的作業 來進行後續的追蹤和分析 如今當地一個非政府組織跳出來 教潛水客如何運用科學工具 來幫助海洋科學家 歸納分類制定統一的數據 這項計劃打從2020年展開後 已經把當地一百多位潛水員 訓練成公民科學家 TVB的宣傳報導 好 接下來繼續關注 人工智慧AI跟醫療結合 美國試驗以腦深層的電刺機 來治療憂鬱症 在大腦植入電擊 前胸埋至電流裝置 調節大腦的區域 那麼報導一開始 也是另外一個利用AI 來做準確偵測的新發明 用力對著麥克風咳嗽錄音 肯亞有團隊正在開發一款能準確診斷出 肺結合的AI應用程式 透過大量的樣本訓練軟體分析 判讀究竟是一般咳嗽或者其他嚴重疾病 肺結合的主要傳染途徑是飛沫和空氣傳染 由於症狀和感冒類似容易被忽略 因而錯失治療時機 或是在這段期間傳染給他人 這名男子也沒發現染上了結合病 直到接受篩檢 根據衛福部 結合病在開發中國家尤其盛行 在臺灣則是一年四劑都有病例 是一種全球性的慢性傳染病 目前這款應用程式 檢測出結合病的準確度為百分之八十 檢測沒有結合病的準確度為百分之七十 還沒達到示威組織的標準 醫療工具越來越多 在美國對於身陷重度憂鬱症的患者來說 新的治療方法也有望在短期內獲得批准 目前已被用在治療帕金森氏症 和癲癲等其他疾病上 美國的醫療團隊正在測試 以腦深層電刺激治療憂鬱症 認為最終有望幫助近三百萬人 艾米利·霍倫貝克是最先 監受實驗性療法的受試者之一 霍倫貝克因遺傳經濟因素罹患憂鬱症 之後又經歷十頁父母親身一次次的打擊 幾乎讓他動彈不得 即便目前已取得心理學博士 生活看似不如正軌 但他表示疾病人像是黑洞一樣 在幾乎嘗試過所有療法後 在三年前決定再努力一次 第一次我被驚訝 因為這個概念很嚴重 像是腦療療 你會有線紙在腦裡 這個手術進行時 病患必須保持清醒的狀態 這樣醫生才能隨時和病人互動 確定各項功能都正常 手術透過在腦部的深處 直入一個細長的電擊導線 並在前胸埋製一個脈衝刺激器 利用它來發出電流 調節大腦掌管情緒的區域 所以我們不僅僅能提供 調節大腦部的區域 但我們可以測試 電腦科技術 我們可以把腦部的動作 脹部的動作 霍倫貝克表示 手術完效果幾乎是立即性的 但並非醫療有益 還是需要藥物等控制 現在會定期透過遠端設備 發送數據 並且錄製影像 回答關於情緒上的一系列問題 偶爾也會進入實驗室 讓研究員對於動態能力進行追蹤 儘管部分醫生對於這樣的治療方法 保持懷疑態度 指出有出血 中風或感染等潛在病發症 但對霍倫貝克來說 終於有機會體驗正常生活 TVA新聞總和報導 關注的是中國華南地區 出現猛烈的強對流天氣 在廣州10分鐘之內白皺變黑夜 廣西24小時之內 閃出了超過12萬條閃電 彷彿電影中的末日景象 9到11級風力實在太強 釣魚場老闆試圖用自己的重量固定棚架 結果瞬間被大風吹上了天 大陸廣州近日來頻頻打雷閃電狂風暴雨 還有監視器拍到 又防這一大片鐵架從頂樓催落 剛好路過的機車騎士嚇得拔腿快逃 同一時間廣西也雷電交加瘋狂宇宙 當地閃電監測網統計 短短24小時內 廣西總共出現12.6萬條閃電 另外廣西南寧市同樣有暴雨和強震風 當地最大陣風每秒30.3米創下歷史紀錄 冷暖空氣交匯的強對流天氣 讓源源不絕的雨水不斷向下灌 路邊燒烤灘的棚子東到西歪 鍋碗瓢盆和桌椅碗筷全被吹到不知去向 氣象台預估未來幾天 華南地區仍有強對流天氣 提醒民眾小心防範 上述這些災害天氣同時在一起發生 我們稱之為標線 紅色這個區域對流天氣可以說是非常的猛烈 並且移速很快 時速大概是在60公里 相當於市區開車的速度了 冰雹雷暴大風和強降雨同時發生 強烈對流延展成的一條帶狀線橫掃 讓廣州瞬間從白昼變黑夜 彷彿末日景象 廣州白雲機場這兩天 多架航班因此延誤 專家提醒 這波標線將持續朝東邊跑 港澳珠海等地也躲不過暴風雨侵襲 TVB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不在chy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